王永庆的一直說 一枝火柴價值很少 一座樓價值很大 但是一枝火柴就可以摧毀整棟樓 可以見到微不足度的潛在破壞力是多麼大 要放一百萬張的骨牌需要整個月 但是要推倒它就十幾秒就可以了 要累積成功的事業需要幾十年 但是要倒閉只是需要一個錯誤的決策 要修養被人尊敬的人格 需要很長時間被信任 但是人格要破產就只是需要做錯一件事 一枝火柴是什麼來的呢? 它就是以下的四項 第一,沒有辦法自我控制的情緒 第二,不經過理智判斷的決策 第三,固捕自封的個性 第四,固埃無情的心胸 檢查一下我們隨身攜帶了幾多支火柴呢? 第四,固埃無情的心胸 第四,固埃無情的心胸 第四,固埃無情的心胸